帶您來關心統一發票三四月中獎的獎號在上個月二十五號已經開出了 在六號的時候有不少民眾收到相關單位即發的中獎獎金 有民眾發現自己中了明明是一千兩百元 竟然入賬成十二萬元 也有民眾明明獲獎的是五百塊錢 竟然變成五萬塊錢 讓不少民眾心喜若狂在社群平台上面發文 不過隨後這些民眾發現自己多出來的款項是隨即被收回了 那麼實際追查發現這些民眾大部分都是使用華南銀行的網銀APP 有民眾說自己已經想好要買什麼 最後五萬變成五百元 直呼是短暫的幸福 也有人貼出華南銀行隨即立刻以手機簡訊的方式 傳訊息給受到影響的用戶 表示在六月六號凌晨執行批次統一發票獎金入賬作業時 因為入賬金額有誤 已經進行賬物更正 並且將正確的中獎金額重新入賬 對於這次的作業疏失 如果有造成不變是請民眾盡情見諒 目前華南銀行表示所有物質的金額已經全數更正了 稍後會有更詳細的文字說明 雖然有許多民眾直呼是空歡喜一場 也有人認為說早知道一看到金額入賬就趕快提領出來 但是就有律師警告如果將銀行發錯的金額直接提領出來 可能會涉及民法的不當得利 提醒民眾如果發現自己的收取款項金額有異狀 仍要多加留意 有些人的航空 所以我沒有所謂的